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感谢李教授 他从美国到台湾到日本讲学 特别来上我们节目 第二位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鸿教授 东海大学陈文鸿大家好 我们今天进行明智维新150周年 因为已经进入年尾 慢慢要做一个尾声的结论 我们上一次特别邀请黄光国教授 跟陈文鸿教授 谈明智维新对我们当代台湾的意义 我们今天持续做第二讲 因为刚好李宗盛教授 我向大家报告 他是可以说是在整个国际 这个学术界研究东亚教育史的 绝对是第一把教育的权威学者 所以他研究50年 他对明智维新 有一个另类的解读 希望从儒学的教育 儒教的发展 儒教的现代化观点 那更不用说 这个陈文鸿教授也从他专业 日本近代式的研究来做一个了解 我再请教李宗盛教授前 我再强调我们的节目 我们从国家认同谈到公共政策 特别重视文艺复兴公民社会的建构 我们当然持续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很高兴 比如说今年台北市的音乐节 叫做台北文艺复兴 我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 228摄影展 也叫台湾文艺复兴 当然 住在纽约的陈景芳教授 也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你可以看到 显然的经过一年多的播种 台湾社会对文艺复兴 已经新的见解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 大家一起共同文艺 当然 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公民教育 我们更重视通才人文教育 通式教育 因为红绪教授 不管是在 过去在耶鲁大学深造 或者是在香港中文大学 我们前天还特别邀请到 也是李教授的好朋友 那个 就是李万俊先生的哲事 这个 李南雄 李南雄教授 他说他在中大也是你的邻居 非常好的同事 我们尽量把世界级的学者 我们自己台湾子弟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重新建构 通式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红绪教授跟我 我们都是台湾基督 长导教会的信徒 我们 课尊 创教者 约翰教人说的 摇摆改变 宰神宰福 由于不已活在焦虑 没有希望 这些都不是信心 信心是不动摇 确定 完全的决心 它使人有一个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安身立命 当然就台湾 也是人文素养之所在 所以我们难得 因为红绪教授 这次刚好来东亚讲学 我们就请他 从明治维新 150周年 做一个教育史的研究者 一个儒学研究者 来 请你做一个反思 跟大家分享 请 非常谢谢 我这个 回去美国 已经半年了 现在这一次 因为要到香港跟日本 所以就特地又回来 然后我一定找 胡仲信先生 因为胡仙信是 我们的老朋友了 而且他的家世 跟我的家世非常相似 所以就 我一找他 他就说要我来讲 我说我对文艺复兴 坦白讲一句话 对于文艺复兴 是有些了解 可是对于 这个明治维新 就实在是 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今天 我就是就 我的一些 一般性的了解 来做一点的发言 这样子 好 请 好的 那么最主要是这样子 就是在英国 有一个学者 这个学者最近过世了 叫做Ronald Doerr 那是个 陈先生 一定知道 在博士论论里面 用了他 对 一定是 那么Ronald Doerr 是研究 德川幕府时代的 这个日本教育 那他最主要就是讲 日本如何在 那个时代 已经开始有 现代化的种子 那这个种子 是使得日本呢 能够 这个发展 成为一个 现代化的国家 明治维新 能够成功 那我第一次听Ronald Doerr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 不敢相信 是1972年 我还在耶鲁当学生的时候 他来演讲 坦白讲一句话 我完全听不懂 这个 听英文能力 很有限 但是一直在我的心里头 特别是他对于 所谓现代化理论 的这个提出 那么他认为就是 现代化理论 一定必须要 跟这个传统 有所切割 特别是儒家的文化 要有切割 这个东西一直影响我 后来我在台大当 这个人文社会研究 这个高等中心 现在叫高等中心 我们那时候叫做 东亚无名研究中心 在那里当主任的时候 我就特意去邀请他 来演讲 那个时候 这个是2004年 还是2003年 他去说我请他来 那时候他的兴趣 已经改变了 已经不再做日本 做日本 但是他有机会 还是很高兴 我故意要讲 这么一个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来了以后 那么 就是说我已经 40年没到台湾了 他说战后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经过台湾 在基隆港 停留了一下子 以后就没有来过台湾 所以他请我 我请他 他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 他到了最后一天 吃晚饭 他说我从前有一个 教我日文的老师 是一个台湾人 叫做 小吉康 小吉康 在座没有人听懂 谁是小吉康 幸好我知道 小吉康是谁 就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台湾人当中 非常出色的思想家 叫做黄章辉 黄章辉博士 黄章辉牧师 那么我非常吃惊 他说原来呢 因为小吉康 战争的时候呢 他到了英国 然后呢 因为是跟日本人 是敌对国嘛 所以他在那里 也落难很困难 那教会呢 就当然支持他 可是呢 这个他也必须工作 结果他就到伦敦大学去 去教日文 那结果呢 这个Round the door 变成了他的学生 那Round the door呢 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亲切 因为小吉康 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那么黄章辉战后的 许多的故事 我现在也不讲他 我最主要就要讲说 这个Door 他最重要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现代化理论呢 是要跟传统对立起来 必须要对传统有所认识 而且批判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当时候了解 所谓德川政府 为什么能够准备好 迎接民智维新的最重要的基础 这是现代化理论 所以呢 这个我就从这里讲 那么既然要讲民智维新 我就想到说 那中国人 每一次总是 总是觉得日本人可以维新 为什么不能 对不对 那么这其中的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中国人 他们中国人 对于 所谓的 这个儒家的传统 放不下来 这个用张志动的理论来说 就是说因为 我们是在中学为体 就是儒家一定要当作体 那西学不过是用而已 他们不过是船间泡利嘛 那这都我们学会了以后呢 我们不必放弃 不必检讨 不必反省 这些儒家的这些许多的事项 我们一样可以变成世界的强国 我告诉各位 现在这个习近平 不也是这样子吗 习近平 习大大 他也是这样 我们要恢复中国文化 要用儒家 传统来建国 那么现在碰上了 所谓贸易战争等等 许多的问题 我们写单看看吧 谢谢这个宏崎教授 做的一个简介 刚提到 小季库 库 尤其英文是COE 在日语却是 黄 库上 黄 黄张辉先生 张化的张 光辉的辉 黄张辉先生 赫赫有名 就在整整30年前 大概1988年 他因为 他后来是 会癌癌末 我特别从 美国飞到英伦 待两个礼拜 给他做口述历史计划 最后是我跟他 人生最后两个礼拜 我跟他度过的 他跟我讲说 他一辈子被 三个认同所困扰 他是日本人 他当然是在 是日本时代出身 还是中国人 还是英国人 还是台湾人 这四个认同 让他一辈子困扰 于是他最后提出 台湾人自觉运动 主管运动 这个主管运动 最特别影响 就影响了 那时候一个大学生 叫做蔡同龙先生 在南加大 后来他推动 公投启蒙老师 就是黄章卫教授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 我当然有幸 黄卫教授 我跟他真是三生有缘 我们的副主三辈 都是牧师 他都副主三辈 他的爸爸跟我爸爸 都是东京神学大学 前后期同学 我跟李鸿基教授 也是台大粒子系 同期的同学 所以三代 阿公到孙子 早期都是读神学 这非常难 X是插在这里 各位你们年轻人 没有看过状元 他就状元 我连幻境重举都没有 他是 年轻人看看 你没有看过状元 他就状元 他就是中国会了 科举制度以后的 联考状元 薄金一笑 有黄老师也一样 他在进入大学 金融大学其实是 可以说对日本近代化 对日本的思想 最深刻研究 他在京大 建營11年 我也乐于邀请 永鸿教授 我们本来邀请 华文国教授 但他因为今天有课 我想哪一天 我邀请三位一起来 这叫做 新耶圣经里面的 东方山博士 东方山博士 指出耶稣的希望 还有一个第四博士 那一位 小说 好 这好 东方山博士 这个影域 代表着希望之心 永鸿老师 把你一生 我想你 已经研究这个 明治维新史 日本近世史 把你的心得 利用这机会 跟大家报告分享 虽然不是receiver 但是总是透过 知道非常多的新的资讯 来进行 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判断 今天非常非常幸运 这个节目 或者是胡大哥之福 认识李教授 李教授一开始 就讲到DOR 他研究了日本的农地改革 跟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内容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德川时代的 所有的基础 他也处理过 所以才有办法 所有明治维新的基础 是从他以来 而且也一语道破 非得让传统后退 否则现代 或所谓的现代化 没有办法前进 但是那当然是 非常不客气的 我来讲的话 批判心理语言的话 是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 也就是说 所谓的野蛮落后 也是东方的 或非西方的 那一刀切成两边 今天我以为 皇冠国教授要来 所以特别 皇冠国教授的专门 当然是心理学 为了跟 皇教授 没有来的 皇教授对话 所以努力地读了 京都学派里面 非常重要的临床心理学家 叫和和准雄 他就在讲神话 民族的神话 民族的神话 带来了人的心的安定 而他也彻底地说了 导播这本书 因为有翻译本 大家可以去拿来看 我念一段 何准雄 对于虽然不是针对 民族维新 但是是日本的西化 刚刚李教授也提到 中国方面 为什么革新改革会失败 是一直还在强调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日本当然也有过这样的冲突 但是在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全盘的西化 但是这个也留下了后遗症 临床心理学家 完全地学了西方的何准雄 把瑞士的荣格心理学派 带进日本的就是这个人 何准雄认为 日本人普遍性的不安 有一部分源自于关系丧失性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丧失 而全面西化之后 人们一回过神来 突然发现 自己与任何人 任何事物都没有连结 在这个世界上 是孤独的存在 换句话说 自己既没有日本式的关系性 也没有欧美式的关系性 因而陷入全然的孤独 孤独就会生病 过着日本传统生活方式的人 一直以来都无意识的生活在 与家庭社会地域的连结当中 与自己周遭的事物 也保有关系性 虽然就安心感而言 这是理想的关系 但一考虑到个人的自由 这西方型的 就会让人感觉到 受到强烈的束缚 日本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何准雄当然已经在十年前过世了 他说的现在的年轻人是稍微前面一点的 上一个时代 因为受欧美思想的影响 希望摆脱束缚 获得自由 这是因为日本人自以为引进了欧美文化 全部的西化之后 却对存在于个人主义背后的基督教信仰 置之不理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才从基督信仰的文化圈里面诞生 欧美就是产生了尊重个人的思想之后 也没有丧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心 我今天真的非常幸运 两位完全的基督教的家庭 而且三代都是牧师的状况底下 我们台湾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 也跟日本一模一样 我先补充我不是牧师 有一次我去拜访李登位前总统 他在送我的时候突然问我说 欧生我跟我们太太很想问你 你怎么没做没输 我们包括布告总统 我人性多一点 神性少一点 哈哈大笑 做牧师是要天命上帝的浮照 我想的宏祁教授是有了些 其实你刚刚所提的 宏祁教授绝对可以回答 他是研究近代欧洲思想 个人主义 他理性主义 我在请教宏祁教授前 我先我让大家看照片就好 这是我今年年初到日本参访的时候 所收集的日本人是怎么来研究 明治维新 就是激动的沐沐维新 一百十多年 我是举其牢牢大者 两位英雄人物 西乡龙胜 大九保利通 当然最核心人物就是这位 西乡龙胜 但是如果从后社的历史来看 好像他真正贡献的人 大九保利通 建立了日本近代官僚制度 等一下永恒老师在谈 真正关键是 为什么日本官僚制度那么重要呢 在二次大战以后 真正把日本重建的就是日本的官僚体系 而不是军部或那些自民党的头头们 这一点大九保利通 绝对是明治维新 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子 还有一个先行者 岛金骑兵 如果没有这位岛金骑兵 就不可能有西乡龙胜 也不可能有大九保利通 我特别把这些历史 做一个图片式的浏览就好 在请教这个洪奇教授前 刚好你的论述 跟这本书 这是一位旅美的学者 叫做王辉林先生 所写的中华秩序 中原世界帝国 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探讨 制成一个体系的中华秩序 朝共体系 世界之中的中国 因为它自视为中心 于是 它就抗拒了近代化 正如刚刚教授说的 甩脱不了 中国的传统的制约 我想你能不能再请你 从卢学卢教 这里的专业来解析 请 我很想先从 因为我刚刚前天晚上 从日本回来 那么这一次去日本 最主要是去看一些老朋友 那么同时 那人在日本的 去日本的机会比我少 所以我想说 一起去看一些 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 那么我们有一个 非常深刻的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在东京 因为我住的地方 跟早稻田大学很接近 所以在那里走不远 看到有人在发传单 我就看 发传单通常都是 西方基督教最多 那么结果一看 是所谓叫做 Saintology 叫做三达基这个宗教 Saintology 那么这个Saintology 哇一栋好大的楼 大概有十几层楼 在日本 他们公然就在那里 宣布他们的宗教活动 各位都知道最有名的 Saintology的电影明星 就是这个 Thomas Cruz 这个Thomas Cruz 那么这个电影明星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三达基的信徒 那么他日本人 他们就这样子接受新的宗教 在日本有非常多的新型宗教 没错 当然在传统日本 也曾经压迫过基督教 那么他压迫得很凄惨 各位都知道有个电影 叫做这个沉默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近代的日本一转过来 他要接受这个西方的东西 也很容易 就是西方的宗教 或者是日本本来的宗教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所谓日联正宗 那么日联正宗 在日本的这个宗教界 在甚至于后来政治界 虽然现在有些问题 不过来就政治界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就表现出来说 传统日本有相当的这个多元性 这个各位都知道说有人 这个叫后美国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历史学者 在耶鲁教日本史 他就说日本过去 有这个浓厚的 所谓封建传统 结果这个封建传统 反而是日本人比较容易接受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这个制度 不同的体制 然后因此就可以 比较容易接受民主的这个制度 相对的来说 中国就缺乏这样子的 这个宗教的这个特色 我们就很想想象说 为什么日本人会把这个 这个中国的儒家 叫做儒教 而中国人呢 不千万不可以叫做儒教 他们一定要讲说我们这是儒学 或者是儒教 这个儒家 但是不是这个儒教 那么这个就是 看得出来 中日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日本人认为说 儒教就如同其他的宗教一样 大家都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上面 来竞争 这个时候也许这个统治者 喜欢儒教 那么他就用儒教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统治者不喜欢儒教 他就不用 那么比如说明治维新的时候 他接受西方的东西 可是呢 他还保持这个儒教的教训 这个明治维新 这个明治天皇 很有名的这个教育赤语 那么这个教育赤语呢 如果我们台湾的这些研究儒家的人 一看了都会说 哇太好了 太好了 完全 对啊 完全是花费儒家的这个 这个教育的思想 可是呢 日本当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 接受西方的宗教的 叫内村建山 内村建山是日本最非常有名的 一高 第一高等学校的这个老师 结果内村建山说 怎么可以天皇 把他的这个教育赤语 挂在每一个教室上面 这个完全不对 所以他那一天 大家迎接天皇的教育赤语的时候 内村建山在家里生病 不去接受 那你看这个 他也没有受到什么处分 当然后来他当然比较困难 就是说教育上面就受到政府 这个也很多的压力 但是内村建山 每个礼拜天跑到五月老 这个上野的公园 在那里查经 讲基督教 而且他 二十二三十年 每一个礼拜都去 我这个不得了 所以这个这一点来说呢 为什么中国人就是 要么就是永远就是万事不可以改变的 一直永远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儒家 而在日本就比较显现多元 对 没错 这个有这个不同的地方 好 教育 因为宏熙教授是研究 东亚教育史的权威学者 他回到本来慢慢探讨 同样 日本也是在明智维新以后 最重视教育的现代化 我常 这个节目大家非常熟悉 我常引用这张照片 这都是明智维新的下级武士改革者 你看他的穿着 都穿衣袖了 看到没有 不是穿皮鞋 这张照片说明一切 他们的服装 但是可能在经过维新以后 每个马上改成穿西装 我可以从里面的照片 找出各种论述给大家看 马上这些摇身一变 彻底西化 你看 这些一夕之间 你看 叛若两人改穿西装 西装头了 中国文化却经过很重大的转折 刚才宏熙教授特别提到 这个日本大作家远藤周作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写的陈末 马丁科斯医师把它编成电影 外景都在大部分台湾北海岸拍的 还有花东海岸拍的 这部电影强调 哪怕日本经过锁国以后 经过维新以后 到今天为止 日本的基督徒 只有人口1% 他探讨为什么 其实这很多 其实像台湾 台湾的基督教徒 其实占台湾人口 大约只有1% 大约 大约 也不到12% 所以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定有他文化因素 我们再请这个 文王教授来谈 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教育的现代化 像高等学校 大学研究机构 请你向大家分享 世界第一流的教育学者 刚刚好在这一边 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最重要的 引进西方的 我一直说那个叫变电所 把西方的东西全面的 在非常快速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全部翻译 这个翻译不是我们现在说的 语言的翻译而已 而是包括制度的 甚至是硬的 所有的硬体建设 硬的建设跟软的建设 全部引进的 那样的变电所 有两个 一个是帝国大学 第二个是官僚系统 从明治维新以后 到战争结束之前 出现过的帝国大学 有九所 现在在日本的国内 有七所 在海外就殖民地有两所 一所是台北帝国大学 现在台湾大学 这是1928年 所以今天刚好是90年 90年的校庭 他的四年前 在朝鲜半岛出现了 一个京城帝国大学 现在叫做首尔国立大学 而这个是殖民地的大学 然后在日本的国内 从北到南 从北海道到九州 有七所大学 第一所当然是东京帝国大学 第二所是我念过 京都帝国大学 差了二十年 然后再后来 东北大学 在仙台 有北海道大学 然后有九州大学 然后大阪大学 民国大学 这是在日本的国内 七个大学 现在还是一体的 他们之间的教授 互相的挖角或调职 不用先退职 是用借用的 就转职到其他的大学去 但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 冲绳没有殖民地大学 或冲绳没有帝国大学 这件事情大家放在脑袋里面 所以就朝鲜半岛有 虽然朝鲜半岛比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要更晚 但是却更早有了帝国大学 所以我要强调另外一件事 虽然不是今天的主轴 但是这件事情各位放在脑袋里面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半岛的投资的速度 就时间的速度跟他的量 远远超过台湾跟琉球 但是眼前看起来的 好像台湾是接近日本的那一边 朝鲜半岛是反对日本的那一边 这个非常具有可以反思的题材在里面 我们以后再找机会来处理朝鲜半岛 琉球跟台湾之间 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刚刚李教授也提 跟李教授在一起 真的非常有收获 提到内村建山 内村建山交出来学生 星突物道照跟室内猿中雄 全部是基督教的系统 特别是内村建山的无教会主义 无教会主义 当然是觉得不管是日本人或西方人 我们只要直接透过圣经 跟上帝来往就可以 不需要西方的传教士 或者西方的教会 这一类有型的东西 所以刚刚李教授也提到 去上野公园里面查经 直接接近上帝 或说他的基督教 我今天要讲的是 新都户道照跟内村建山有关的新都户道照 写过一本书叫五四道 五四道里面全部是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处理 孝顺的孝 但是我们知道 特别是李教授在旁边 孝顺的孝是所有的儒教主义或儒学里面的核心中的核心 均均层层夫夫之子 那是以孝为中心的秩序 但是日本人特别把那个拉掉了 怎么样都不处理那一件事 所以也就是说在日本的世界里面 明明知道有那个东西 但是不处理 表示那个社会不强调那件事 把所有的跟校或学员主义 或者是中国式的儒教传统 儒教传统排除掉 剩下的是日本的组织型的要素 这是中校的中的意思 全部是对组织的 所以非常非常轻松的 只要对组织是有正面的东西 全部可以大家往同一个目标前进 在这边帝国大学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所有的低流 本来是下棋五四门 进了帝国大学 但后来当然开放了 因为人数越来越多 大学也越来越多的状况底下 甚至殖民地的人 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台湾的人 甚至朝鲜八百人都念了帝国大学 所以是开放的系统 而这些人都可以变成官僚 帝国大学的法学部 某一个意义来说 是直接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里面 养成帝国官僚的最直接的场所 特别是法学部 所以有法科万能论这样的说法 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 三世信一的讲法治官僚的时代 他的副标题叫国家的设计 跟知的历程 导播这边 这本书现在没有办法买到 三世信一跟我有特别的渊源 虽然辈分比我高很多 我也上过他的课 日本政治思想是 但是他竟然在我的指导教授那里 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如果从这个立场来看的话 力量差距很远的时兄弟的意思 三世信一的这本书完全说明了法治 制度的字 法治官僚在日本或者明治维新里面的重要性 这本书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已经买不到原版 所以中国书的书是到了日币四五万块日币 非常非常值得看 台湾的出版社的大老板 如果真的要介绍日本的民族维新还有日本官僚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 仍然完全没有褪色 虽然出过非常非常多的丑闻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仍然在日本社会里面精英 不用说明官僚 文官 一定要读这本书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找一个很棒的机会 来好好接受 永永教授刚刚特别提到几位日本的学术界名人 我再把他举出来 其实都是李鸿吉教授跟我爸爸 他们在日本留学的老师辈 内孙见山 心肚腹道灶 死内眼中 想后来做到东京大学校长 还为赫川峰宴 更重要 赫川峰宴有一句话 我们这一代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就是书 各位为什么 我每日一书我每天都要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就是书 记得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就是书 当然是好书 这几位都受谁影响了 那是个日本杂访龙校 就是今天北海道大学创校者叫做William Clark 他是美国麻州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 受聘受到黑田青龙一位一介武夫 北海道开拓时 他来 聘他来 那这个William Clark到北海道对黑田青龙 这位等于革命者出身的军人说 我来办校你要照我原则 你不能干涉 黑田青龙说 照办 你看 培养精英 William Clark在离开早晚农校的时候 学生送他 他就揮手一句话 Voice be ambitious 年轻人要有企图心 我这句话一定要送给我们的所有年轻朋友 要有企图心 保持企图心 要有信心 这是我们强调台湾文艺复兴的信心 爱心 希望最重要的价值 好 刚才不管是内村建山 新都道兆 史内云中雄 包括贺川芳艺 他们都读圣经 但中国知识分子是读四十五经 来 老师比较 读圣经和读四十五经 变成什么不同差别 你最有资格来做这个比较 请 这个 当然如果只读圣经 跟只读四十五经 那么我想都不能乘大学 没错 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 读圣经的人通常 通常愿意接受其他的书 因为西方的体制 教育体制 一直强调博文 这个多学 要读很多的书 刚刚所讲的 每天要有一本不同的书 要知道它的内容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里头 一定要有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书 最好就只读这个其他 读也不读都无所谓 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 那么所以我相信 William Smith Club 他是美国 Massajuset地方的人 我还去过他的故居 去看他 那么他对年轻人所讲的 这句话 现在当然是 这个北海道大学的校训 那么因为他说 Voice 所以现在 我们就是说 也要包括女孩子 所以他们改成 Young People Young People Be Ambitious 这样子 都作为校训 那么他所带下来的 新都到照了 然后这个室内云中修 他们这些人 这个都非常重视 书要读得很多 要广泛读书 很不幸在传统中国里头 当然也说书也要读很多 那么你大概四国全书 也读不完 那么这当然是的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经 这个最重要 其他的读不读 不重要 他有这个区别 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 就是这样 就是只有这个 唯一的最高的真理 这个东西抓住 其他不重要 因此传统中国的 这个整个思维 缺乏所谓多元的特色 那么他们 这个其他的东西 都是邪教 宗教如果发展成为活动 那就是邪教 所以最近这个中共 他下的指令 他说是的 我们宪法是有宗教自由 他是讲的是 宗教信仰的自由 并不是宗教活动的自由 他们都做成这样的区别 那这个就是 我想这是所谓拗了 你把它拗了 拗了 你在心中透透信 我招不到也就算了 不要到教会里头去 大家去联络 产生友谊 然后做成活动 这就不好了 你看这个知识 所以传统的中国 这个太过重视45经了 影响所及 包括我们在台湾 也是这样子 各位都知道了 很多有时候读经班 我也不反对读经 但是你如果要像这样子读法 那我想 我想是太令人觉得 这是五体图地图书 就是吧 就是吧 荒唐 荒唐 这是说想到说 在韩国的考试 考试呢 韩国人考试 没有给你桌子 所以你在地上研磨 然后在地上写答案 很像那个样子 我想这个是不幸 这是非常不幸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状元桥 让小孩子们背经 背经 背得好的话 就经过状元桥走过来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可以这样子 那么好了 你读经 然后最重要的 最典型的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你 你的这个思想的 统一的思想 然后这些东西 怎么样灌输给你 就是有你的老师 有你的父母 有你的传统 有你的政府 有你的皇帝 天子 他们灌输给你 这个叫做天地君亲师 那小孩子不懂 什么是对 什么不对 那也不教他们说 应该要有批判的精神 应该要有思考的精神 就说那你就听你爸爸妈妈 怎么说嘛 那听你的老师怎么说嘛 所以传统中国人 两三千年来 或者是更长 那么都是看天地君亲师 这五个字 由雍正皇帝宣布全国 每个这个庙都要去装 这个天地君亲师 那最早出现这个天地君亲师 五个字合在一起是送贷 那更早是寻旨 寻旨那是两千四五百年前的 那么这长久以来 你的真理 你的价值 是这些人给你的 这个我称之为权威人格 你就听权威就好了 听这个 这个你的长辈 你的老师 你的统治者 告诉你怎么样 那你就 接受他就是 黄奇教授所叙述的 让我想起 在中共十九大的 致死的时候 习近平总是这样讲 请大家听了不要笑出来 他说 他在任内 要把中国的民主 让全世界的普世价值 重点差不多这样子 我看我 我要跟那个 趴在地上 快笑出来 就是说 中国的民主 变成全世界的普世价值 有可能吗 我希望年轻人 好好重新了解明智维心 你未必要读 很深的学术 我特别介绍两本 这是我一个 非常年轻的朋友 他比名叫牛乃杰 三十多岁 他跟我说到日本 已经七十几次了 几乎有空就到日本旅游 他写一本书叫 明智维心 150年的散册 什么意思 日本列岛明智维心 景点 吃喝玩乐慢慢游 好 你就这样 吃喝玩乐慢慢游 好了 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博览群书 广结善缘 走动式管理也可以 他另外一本 明智维心 150年散册 卖游日边探访 交通民生工商建设足迹 其实这是个办法 你不一定要读厚重的书 虽然这个马克图问说 厚重的书是来丢打架的猫 薄薄的书是来垫那个椅子不平 但是有时候用旅游方式 文化景的方式 也是可以了解明智维心 所以年轻人不要太大压力 你要培养个企图心 Boys girls be ambitious 我想最后的时间 是不是请两位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要请教授 明智维心 150周年 对我们当代 我要希望我们年轻人 对我们当代的台湾年轻人 三五四代 好 18岁到35岁 有投票权的 手头组这些人 意义是什么 我希望鼓舞他们 是不是先请永恒教授 再请洪志教授 做决论请 看世界要有平衡感 刚刚讲到封建制的存在 或瓦解的玩 为什么会带来多元的价值 因为封建的 譬如说日本的凡 在明智维心之前 一百多个凡 有自己的学校 自己教自己的 所以每个地方 有自己的凡校 自己教自己的 而不是全国独尊 一尊 一起念 一样的东西 所以每个地方 大甲念大甲的东西 彰化念彰化的东西 台北高雄念不一样的东西 会伸出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也就是说 各式各样的对应 时代的问题 会有各式不一样的解方 所以也有倒幕的人 当然也有支持 不要倒幕的人 会有想要西化的人 也会有想要慢一点 日本有自己好的东西 所以各式各样的要素 存在里面的话 会有好处 所以不管怎么样 看到今天我们的 我们的年轻人 刚刚主持人讲说 十八岁到三十五岁 十八岁到三十五岁 期待的百分之百 不是一元二元 而是多元 不多元的话 他们没有可能性 所以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变的时间点上 我们如果不变 或者是不放柔软 包括执政者 甚至想要 想要取代 现在的执政者的在野党 也必须要创造多元的平台 而首先最重要要件 文艺复兴读书 不管是台湾的书 不管是中国的书 不管是亚洲的书 不管是世界的书 不管是佛教的书 不管是基督的书 多多读自己创造 自己看世界的平衡感 这是通事教育 或博养教育的核心中的核心 跨文化 跨国 跨领域 找到自己的平衡感 很好 我在请教洪奇教授前 再要强调 这是约翰·加尔文五百年前 我们去年十月三十一号 做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的专辑 但是洪奇教授也做了 非常精彩的演说跟论述 在马丁路德的下一代 就这位约翰·加尔文 他原籍法国人 后来陆籍瑞士 这是他在对年轻人的演讲里面 on faith 一篇叫做信心 他说信心就是 有人有一个可以安生立命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台湾 洪奇教授这一次是从美国 来香港台湾日本将去 他其实他就传达 信心希望爱心 我希望我们年轻人 如果你有信心 奥古斯丁讲最好 信心就是你相信他看不见的 结果你看得见 如果你一辈子有信心希望爱心 各种顿挫 各种转折 你一定继续努力丧心而已 是不是 洪奇教授利用这个机会 你在各学术机构大学 演讲论述 也对我们的年轻人 鼓舞他们 信心希望爱心 请做结论 非常谢谢 这个我常常引用去年 耶鲁大学的校长 我当然这个后来是有机会认识他 但是就是说我当学生的时候 他都还没上研究院 那么他这个耶鲁大学的校长 他在欢迎先生的时候 他就提倡说 你们要多读书 要做一种狐狸 为什么他说是做狐狸呢 那么他说因为 从前有一句话 非常有意思 他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 而这个刺猬 刺猬呢 Hedgehog 这个刺猬呢 只知道一件大事 他说这是古希腊责任 有这么一句话 但是经过了二十世纪 一位非常伟大的 这个英国的思想家 叫做伯林 埃塞伯林 那他说的解释 他说 刺猬呢 他就是知道一件事情 死守的那件事情 想来想去就是那件事情 他说你们读书呢 不要这样 读书要像狐狸一样 因为狐狸知道很多事情 他就鼓励大学生四年当中 要尽量多读书 将来你自然会发现 有哪一些 是你所最能够忠养的 成为你生活中心 安心立命的这个中心信念 所以我常常鼓励学生 的确他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 不容易 那么他居然有这种感慨 希望学生们也要记得 所以我今天 因为谈到这一点 所以就把它拿出来 也再跟大家做一次神述 好 感谢宏祁教授跟永恒教授 我就把他们的论述 用六句话的形容 博览群书 广结善缘有志进程 恕福之心已成待人 处世为公 你只要记得这六个原则 绝对人生非常顺遂 而且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感谢两位 未来我们不断地对 明治维新150周年 明年是威尔逊总统的100周年 我们继续不断探讨 100年来的人类大师 对我们的启示 感谢宏祁跟永恒老师 非常精彩的论述 也给大家很大的信心 希望爱心 谢谢